春蚕 矛盾 一 老通宝坐在唐路边的一块石头上 长汗烟管斜摆在他身边 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 老通宝背脊上热轰轰的 像背着一盆火 唐路上拉欠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 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 敞开了大巾 弯着身子了 鹅脚上黄豆大的汗力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辛苦的劳动 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 热得有点发痒 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 他的甲袄还在当铺里 去布房才得清明边 天就那么热 真是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 就吐一口浓厚的吐沫 在他面前那条光河内 水是绿油油的 来往的船也不多 镜子一样的水面 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 或是小小的漩涡 那时候 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城牌的桑树 都恍乱成灰岸的一片 可是不会很长久的 渐渐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写写 一弯一去的蠕洞 像是醉汗 再过一会儿 终于站定了 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 那拳头模样的鸭肢顶 都已经促生增 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 这密密层层的桑树 沿着那观河一直望去 好像没有尽头 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 这一带 现在是桑树的势力 在老通宝背后 也是一大片的桑林 矮矮的 静暮的 在热轰轰的太阳光下 似乎那桑树上的嫩绿叶 过一秒钟 就会大一些 离老通宝座出不远 一所灰白色的楼房 蹲在唐路边 那是检场 十多天前 驻扎过军队 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 那时都说东阳兵要打进来 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 现在兵队又开走了 那座检场 依旧空关在那里 等候春检上市的时候 再热闹一番 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 陈大少爷说过 今年上海不太平 厨厨都关门 恐怕这里的检场也不能开 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 他活了六十岁 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 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 白养在树上 倒成了枯叶 区味养殖 除非是残花不熟 但那是天老爷的权柄 谁又能够未卜先知 才得清明边 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 看着那些桑权上 怒灼的小绿叶 心里又这么想 同时有几分精益 有几分快活 他记得 自己还是二十多岁 少壮的时候 有一年也是清明边 就得穿夹 后来就是三花二十四分 自己也就在这一年 成了家 那时他家正在发 他的父亲像一头老牛似的 什么都懂的 什么都做的 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 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 不过是种田人 然而 两家的命运 好像是一条线牵着 不但长毛造反的时候 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 同被长毛掳去 同在长毛窝里 混上了六七年 混上了六七年 不但他们俩 同时从长毛银盘里逃了出来 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 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 并且老陈老爷做私生意发起来的时候 老通宝家养残也是年年都好 十年中间 征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丧地 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 这时候 老通宝家 在东村庄上 被人人所杜写 也正像陈老爷家 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可是以后 两家都不行了 老通宝现在 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 返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 陈老爷家 也早已完结 人家都说 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桩 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 所以败得这么快 这个 老通宝 也有几分相信 不是鬼使神差 好端端的小陈老爷 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 可是 老通宝 死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 陈老爷的败 会牵动到他家 他确实知道 自己家 并没得过长毛的横财 随着 听死了的老头子说 好像那老祖父 逃出长毛银盘的时候 不巧 撞着了一个巡路的小长毛 当时没法 只好杀了他 这是一个结 然而 从老通宝 懂事以来 他们家 替这小长毛鬼 拜颤念佛 烧纸钉 记不清 有多少次了 这个小冤魂 理应早投凡胎 老通宝 虽然不很记得 祖父是怎样做人 但父亲的勤俭忠厚 他是亲眼看见的 他自己也是规矩人 他的儿子阿四 儿媳四大娘 都是勤俭的 就是小儿子阿多 年纪轻 有几分不知苦辣 可是毛头小伙子 大都这么着 算不得败家乡 老通宝 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 苦恼地望着 他面前的那条河 河里的船 以及两岸的丧地 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 差不了多少 然而 世界到底变了 他自己家 也要常常把杂粮当饭吃一天 而且 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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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笛叫声 突然从那边远远的 河深的弯曲地方 传了来 就在那边 蹲着又一个捡场 远望去 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邦岸 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 很威严地从那捡场后驶出 拖着三条大船 迎面向老通宝来了 满河 满河平静的水 立刻激起泼辣辣的波浪 一起向两旁的倪岸卷过来 一条乡下赤泊船 赶快笼岸 船上 人揪住了 泥岸上的树根 船和人 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 渣渣渣的轮机声 和羊油臭 分散在这 和平的绿的田野 老通宝 满脸恨意 看着这小轮船来 看着它过去 直到又转一弯 呜呜地 又叫了几声 就看不见 老通宝 向来仇恨小轮船 这一类羊鬼子的东西 他从没见过羊鬼子 可是 他从他的父亲嘴里 知道老陈老爷 见过羊鬼子 红眉毛 绿眼睛 走路时 两条腿是直的 并且 老陈老爷 也是狠狠养鬼子 常常说 同店都被养鬼子 骗去了 老通宝 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 不过八九岁 现在 他所记得的 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 都是听来的 可是他想起了 同店都被养鬼子 骗去了 这句话 就仿佛看见了 老陈老爷 罗着 拨着胡子 摇头的神器 羊鬼子 怎样 就骗了 就骗了钱去 老通宝 不很明白 但他相信 老陈老爷的话 一定不错 并且他自己 也明明看到 自从镇上 有了羊沙 羊布 羊油 这一类羊货 而且河里 更有了 小火轮船以后 他自己 田里生出来的东西 就一天一天 不值钱 而镇上的东西 却一天一天 跪起来 他父亲 留下来的 一份家产 就这么变小 变做没有 而且 现在 付了债 老同胞 恨羊鬼子 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这坚定的主张 在村坊上 很有名 五年前 有人告诉他 朝代又改了 新朝代 是要打倒羊鬼子的 老同胞不相信 为了他上阵 去看见 那新道的 喊着打倒羊鬼子的 年轻人们 都穿了 羊鬼子衣服 他想来 这伙年轻人 一定 私通 羊鬼子 却故意 来骗 乡下人 后来 果然就不喊 打倒羊鬼子了 而且镇上的东西 更加 更加一天 一天 跪起来 派到 乡下人 身上的 捐税 也更加 多起来 老同胞 深信 这都是 串通了 羊鬼子 干的 然而 更是老同胞 去年几乎 气成病的 是 茧子 也是 养种的 卖得好 价钱 养种的 茧子 一旦要跪上十多块钱 素来和儿媳 总还和睦的老同胞 在这件事上 可就吵了架 儿媳四大娘 去年就要养 养种的蝉 小儿子 跟他嫂子是一路 那阿四 虽然嘴里不多说 心里 也是要养种的 老同胞 懊不过他们 末了 只好让步 现在 他家里 有的五张残种 就是 土种四张 养种一张 世界真是 越变越坏 过几年 他们连桑叶 都要养种了 我活得厌了 老同胞 看着那些桑树 心里说 拿起身边的长汉烟管 狠狠地敲着脚边的泥块 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 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 短短短地像一段乌胶木头 还穿着破棉袄的他 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了 他解开了大巾上的钮扣 又抓着一脚扇了几下 站起来回家去 那一片桑树背后 就是稻田 现在大部分 是云整的 半翻着的 燥烈的泥块 偶尔 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 那黄金一般的菜花 散出强烈的香味 那边远远的一处房屋 就是老通宝他们 住了三代的村房 现在那些屋上 都鸟起了白的炊烟 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 到田城上 转身 又望那一片 抱着嫩绿的桑树 忽然那边田野 跳跃着 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 远远地就喊道 阿爹 妈等你吃盛饭呢 哦 老通宝知道 是孙子小宝 随口硬着 还是望着 那一片桑林 才只得清明边 桑叶尖 就抽得 那么小指头似的 他一生 就只见过两次 今年的蚕花 光景是好年长 三张蚕种 该可以采多少茧子呢 只要不像去年 他家的债 也许可以拨还一些吧 小宝 已经跑到他阿爹的身边了 他仰着脸 看那绿绒似的桑拳头 忽然 他跳起来 拍着手唱道 清灵消口 看残娘娘拍手 老通宝的皱脸上 露出笑容来了 他觉得 这是一个好兆头 他把手 放在小宝的 和尚头上摸着 他的被穷苦 弄麻木了的老心理 勃然又生出 新的希望来了 二 天气继续暖和 太阳光催开了 那些桑拳头上的 小手枕模样的嫩叶 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 那么大了 老通宝他们 那村庄四周围的桑林 似乎 发展得更好 远望去 像一片 绿锦平铺在 密密层层 灰白色 矮矮的篱笆上 希望 在老通宝 和一般农民们的心里 一点一点 一天一天强大 残尸的动员令 也在各方面发动了 藏在柴房里 一年之久的养残用具 都拿出来洗刷修补 那条川村而过的 小溪旁边 蠕动着村里的 女人和孩子 工作着 嚷着 笑着 这些女人和孩子们 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 从今年开春起 他们都只吃个半饱 他们身上穿的 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 实在 他们的情形 比叫花子 好不了多少 然而他们的精神 都很不差 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 又有很大的幻想 虽然他们都付了 天天在增大的债 可是他们 那简单的头脑 老是这么想 只要残花熟 就好了 他们想象到 一个月以后 那些绿油油的桑叶 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 于是 又变成 叮叮当当响的羊钱 他们虽然肚子里 饿得咕咕地叫 却也忍不住要笑 这些女人中间 也就有老通宝的媳妇 四大娘 和那个十二岁的小宝 这娘两个 已经洗好了 这些团扁和残丹 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 撩起布山脚 擦脸上的汗水 四阿嫂 你们今年 也看羊肿吗 小溪对岸的 一群女人中间 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 隔西喊过来了 四大娘认得 是隔西的对门邻居 陆福庆的妹子六宝 四大娘 立刻把她的浓眉一提 好像正想找人 吵架似的嚷了起来 不要来问我 阿爹做主呢 小宝的阿爹死不肯 只看了一张羊肿 老糊涂的 听得带了一个羊字 就好像见了七十渊家 羊钱也是钱 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们 听得笑起来了 这时候 有一个撞见的小伙子 正从对岸的陆家道场上走过 跑到西边 跨上了那横在西面 用四根木头并排 做成的雏形的桥 四大娘一眼看见 就丢开了羊肿问题 高声喊道 多多弟 来帮我搬东西吧 这些匾 进尸了 就像死狗一样重 小伙子阿多 也不开口 走过来 拿起五六支团匾 湿漉漉的顶在头上 却空着一双手 滑桨似的荡着 就走了 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 碰到同村的女人们 叫他帮忙 拿什么重东西 或是下溪去捞什么 他都肯 可是今天 他大概有点不高兴 所以 只顶了五六支团匾去 却空着一双手 那些女人们 看着他带了 那特别大若貌似的 一叠扁 咬着腰 学镇上女人的样子走着 又都笑起来了 老通宝家 紧邻的里根生的老婆 荷花一边笑 一边叫道 喂 嘟嘟头 回来 也替我带一点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 我就给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 仍然走 转眼间 就到了他家的廊下 就把头上的团匾 放在狼眼口 那么 叫你生干儿子 荷花说着 就大声地笑起来 他那出众的白颈 然而扁得 作怪的脸上 看去就好像 只有一张大嘴 和眯紧了 好像两条线一般的 细眼睛 他原是镇上 人家的婢女 嫁给 那不声不响 整天苦着脸的 半老头子 里根生 还不满半年 可是 他的爱河男子们 胡条 已经在村中 很有名 不要脸的 忽然对岸 那群女人中间 有人轻骂了一句 荷花的那对细眼睛 立刻睁大了 怒声嚷道 骂哪一个 有本事当面骂 不要躲 你管的我 棺材横头踢一脚 死人肚里自得知 我就骂那 不要脸的骚货 格西立刻回骂过去了 这就是那六宝 又一位村里 有名淘气的大姑娘 于是 对骂之下 两边又泼水 爱闹的女人 也夹在中间 帮这边帮那边 小孩子们笑着狂呼 四大娘 是老成的 提起她的残丹 喊着小宝 自回家去 阿多站在廊下 看着笑 他知道 为什么六宝 要跟荷花吵架 他看着那 辣货六宝挨骂 倒觉得很高兴 老通宝 前着一架残台 从屋子里出来 这三棱形家伙的木梗子 有几条 给白蚂蚁住过了 怕得不牢 须得修补一下 看见阿多站在那里 笑嘻嘻地望着外边的女人们吵架 老通宝的脸色就板起来了 他这多多头的小儿子不老成 他知道 尤其使他不高兴的 使多多也喝几年的荷花 说说笑笑 那母狗是白虎星 惹上了他就得败家 老通宝时常这样警戒他的小儿子 阿多 空手看野警吗 阿四在后边扎坠头 你去帮他 老通宝像一批疯狗似的咆哮着 火红的眼睛一直盯住了阿多的身体 直到阿多走进屋里去 看不见了 老通宝方才提过那残台来反复审查 慢慢地动手修补 木匠生活老通宝早年是会的 但近来他老了 手指头没有劲 他休了一会儿 抬起头来喘气 又望望 屋里挂在竹竿上的三缸残种 四大娘就在狼眼口胡残丹 去年他们为的想省几百文钱 是买了旧报纸来胡的 老通宝直到现在 还说是因为用了报纸 不惜自制 所以去年他们的残花不好 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饭 剩下钱来买了胡丹纸来了 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尖韧的纸 糊得很平贴 然后又照品子是 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 那是跟糊丹纸一块儿买来的 一张印的花色是聚宝盆 另两张都是手指尖脚骑的人 骑在马上 据说是残花太子 四大娘 你爸爸做中人 借来三十块钱 就只买了二十蛋液 后天米又吃完了 怎么办 老通宝气喘喘地 从他的工作里抬起头来 望着四大娘 那三十块钱 是二分半的月薪 总算有四大娘的父亲 张才发做中人 那债主也就是张才发的东家 做好事 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薪 条件是 残室完后 本利归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残丹 放在太阳底下晒 好像生气似的说 都买了叶 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 什么花 你倒先来发力士了 年年像去年吗 自家只有十来蛋液 五张布子 十来蛋液够吗 哦 哦 你总是不错的 我只晓得有米烧饭 没米饿肚子 四大娘气哄哄地回答 为了那养种问题 她到现在 常要和老通宝抬杠 老通宝气得脸都紫了 两个人 就此 再没有一句话 但是 收藏的时期 一天一天逼近了 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 突然呈现了一种大紧张 大决心 大奋斗 同时 又是大希望 人们似乎连肚子饿都忘记了 老通宝他们家 东介一点 稀奢一点 居然也一天一天过着来 也不仅老通宝他们 村里哪一家 有两三斗米放在家里啊 去年秋收固然还好 可是地主 债主 正税 杂圈 一层一层的剥削来 早就完了 现在他们 唯一的指望 就是春残 一切临时借贷 都是指明 在这春残收成中 偿还 他们都怀着十分希望 又十分恐惧的心情 来准备 这春残的大搏战 古语节 一天进一天了 村里二三十人家的步子都隐隐献出绿色来 女人们在道场上碰见时 都匆忙地带着焦灼而快乐的口气 互相告诉他 六宝家快要窝肿了呀 荷花说 他家明天就要窝了 有这么快 黄道士去测一次 今年的青夜 要跪到四样 四大娘看自家的五张步子 不对 那黑芝麻似的一片细点子 还是黑沉沉 不见绿影 她的丈夫阿四 拿到亮处去细看 也找不出几点绿来 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窝起来吧 这鱼行种 作性是慢一点的 阿四看着他老婆 勉强自家宽慰 四大娘 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宝 哭丧着 甘皱的老脸 没说什么 心里 却觉得不妙 然而再过了一天 四大娘 在信心看那步子时 哈 有几处 转成绿色了 而且绿的很有光彩 四大娘 立刻告诉了丈夫 告诉了老通宝 多多头 也告诉了他的儿子小宝 他就把那些步子 贴肉 问在胸前 抱着吃奶的婴孩子的 静静坐着 动也不敢多动了 夜间 他抱着那五张步子 到被窝里 把阿四赶去 和多多头 坐一床 那步子上 密密麻麻的残子 贴着肉 怪痒痒的 四大娘很快活 又有点害怕 他第一次怀孕时 胎儿在肚子里动 他也是那样 半惊半喜的 全家都是揣揣不安的 又很兴奋的 等候收残 只有多多头例外 他说 今年残花一定好 可是想发财 却是命里不曾来 老通宝 骂他多嘴 他还是要说 残房 早已收拾好了 窝种的第二天 老通宝 拿一个大蒜头 涂上一些泥 放在残房的墙角边 这也是年年的惯例 但今番 老通宝 更加虔诚 手也抖了 去年他们补得 非常灵验 可是去年那灵验 现在老通宝 想也不敢想 现在 这村里家家都在窝种了 道场上和小溪边 顿时少了那些女人们的踪迹 一个戒严令 也在无形中颁布了 乡农们 即使平日是最好的 也不往来 人客来 冲了残神 不是玩的 他们 至多在道场上 低声交谈 一二句 就走开 这是个神圣的季节 老通宝家的五张布子上 也有些乌娘 如如地动了 于是 全家的空气 突然紧张 那正是谷雨前一日 四大娘料来 可以挨过了谷雨节那一天 布子不须再窝了 很小心地放在残房里 老通宝偷眼看一下 那个躺在墙角边的大蒜头 他心里就一跳 那大蒜头上还只有一两净绿芽 老通宝不敢再看 心里急着 后天正午会有更多更多的绿芽 终于 收残的日子到了 四大娘 心神不定地讨米烧饭 时时看饭锅上的热气 有没有直冲上来 老通宝 拿出预先买了来的香烛 点起来 恭恭敬敬 放在赵君神位前 阿四和阿多去到田里采野花 小小宝帮着把灯芯草 简称细磨子 又把采来的野花揉碎 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时 太阳也近五刻了 饭锅上水蒸汽嘟嘟地直冲 四大娘立刻跳了起来 把残花和一对鹅毛插在发际上 就到残房里 老通宝拿着秤杆 阿四拿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和灯芯草碎末 四大娘揭开布子 就从阿四手里拿过那野花碎片和灯芯草墨子 撒在布子上 又揭过老通宝手里的秤杆来 将布子挽在秤杆上 于是拔下发际上的鹅毛 在布子上轻轻拂 野花片 灯芯草墨子 连同乌娘 都浮在那残丹里了 一张 两张 都浮过了 最后一张 是羊种 那就收在 另一个残丹里 末了 四大娘 又拔下发际上 那朵残花 跟鹅毛一块 插在残丹的边上 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 千百年相传的仪式 那好比是世事典礼 以后就要开始了 一个月光景的和恶劣的天气 和厄运 以及和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 无休息 无休息的大决战 乌娘在残丹里蠕动 样子非常强健 那黑色 也是很正路的 四大娘和老通宝他们 都放心地松一口气了 但当老通宝 悄悄地把那个命运的 大蒜头拿起来看时 她的脸色立刻变了 大蒜头上 还只得三四镜那牙 天哪 难道又同去年一样 三 然而那命运的大蒜头 这次竟不灵验 老通宝家的残 非常好 虽然 头眠二眠的时候 连天阴雨 气候是比清明边 似乎还要冷一点 可是那些宝宝 都很强健 村里别人家的宝宝 也都不差 紧张的快乐 弥漫了全村庄 似那小溪里 匆匆的流水 也像是朗朗的笑声了 只有荷花家是例外 他们家 看了一张布子 可是出火 只撑了二十斤 大眠 快遍人们 还看见 那不声不响 晦气似的丈夫根生 轻寄了三残丹 在那小溪里 这一件事 使得全村的妇人 对于荷花家 特别戒严 他们特地毕露 不从荷花的门前走 远远地看见了荷花 或者他都不声不响 丈夫的影 都赶快躲开 这些幸运的人 唯恐看了荷花他们一眼 或者交谈半句话 就传染了晦气来 老通宝 严禁他的小儿子 多多头 跟荷花说话 你再跟那东西多嘴 我就告你忤逆 老通宝 站在狼颜外 高声大气喊 故意 要叫荷花他们听的 小小宝 也受到眼里的嘱咐 不许跑到荷花家的门前 不许和他们说话 阿多像一个笼子似的 不理睬老头子 那早早夜夜地唠叨 他心里却在暗笑 全家 就只有他 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 可是 他也没有跟荷花说话 他忙都忙不过来 大眠 捉了毛三百斤 老通宝全家 连十二岁的小宝也在内 都是两日两夜 没有和也 残是少见的好 活了六十岁的老通宝 记得 只有两次是同样的 一次 就是他成家的那年 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 大眠以后的宝宝 第一天就吃了七单夜 个个是生青滚状 然而 老通宝全家都瘦了一圈 失眠的眼睛上 布满了红丝 谁也料得到 这些宝宝上山前 还得吃多少夜 老通宝和儿子阿四商量了 陈大少爷借不出 还是再求财发的东家吧 地头上还有十单夜 够一天 阿四回答 他伪实是支撑不住了 他的一双眼皮 像有几百斤重 只想合下来 老通宝却不耐烦了 怒声喝道 说什么梦话 刚吃了两天老餐呢 明天不算 还得吃三天 还要三十单夜 三十单 这时 外边道场上 忽然人声喧闹 阿多 压了新发来的五蛋夜来了 于是 老通宝和阿四的谈话打断 都出去落叶 四大娘 也慌忙 从残房里钻出来 隔西路家养的残不多 那大姑娘六宝 臭得出功夫 也来帮忙了 那时星光满天 微微有点疯 村前村后 都断断续续 传来了吆喝和欢笑 中间 有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 夜行情飞涨了 今天下午镇上 开到四羊一蛋 老通宝偏偏听得了 心里急得什么似的 四块钱一蛋 三十单 可要一百二十块呢 他哪来这许多钱 但是想到茧子 总可以采五百多斤 就算五十块钱一百斤 也有这么二百五 他又心里一宽 那边落叶的人堆里 忽然又有一个 小小的声音说 听说东路不大好 看来夜价钱 涨不到多少的 老通宝认得 这声音是陆家的六宝 这是他心里又一宽 那六宝 是和阿多 同站在一个筐子边落叶 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 他和阿多靠得很近 忽然他觉得 在那杠条的隐蔽下 有一只手 在他大腿上拧了一把 好像知道是水拧的 他忍住了不笑 也不声张 蹬的 那手又在他胸前摸了一把 六宝直跳起来 出惊地喊了一声 哎呦 什么事 同在那框子边 落叶的四大娘问了 抬起头来 六宝觉得自己脸上热轰轰的 他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 就赶快低下头 很快地落叶 一面回答 没有什么 想来是毛毛虫刺了我一下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 虽然 在这半个月来 也是半饱 而且少睡 也瘦了许多了 他的精神 可还是很饱满 老同胞 那种忧愁 他是永远没有的 他永不相信 靠一次残花好 或是田里熟 他们就可以 还清了债 再有自己的田 他知道 单靠勤俭工作 即使做到 被几股折断 也是不能翻身的 但是 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 他觉得 这也是一种快活 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 第二天早上 老通宝就到镇里 去想发借钱来买叶 临走前 他和四大娘商量好 决定把他家 那块初产十五单叶的 桑蒂 去抵押 这是他家最后的产业 叶又买来了三十单 第一批的实弹发来时 那些壮健的宝宝 已经饿了半点钟了 宝宝们尖出了小嘴巴 向左向右乱晃 四大娘看得心酸 夜扑了上去 立刻残房里 充满着 撒撒撒的响声 人们说话 也不大听得清 不多一会儿 那些团扁里 立刻又全见白了 于是 又扑上厚厚的一层野 人们单是上夜 也就忙得透不过气来 但这是最后五分钟了 再得两天 宝宝可以上山 人们把剩余的精力 炸出来 拼死命干 阿多虽然接连三日三夜没有睡 却还不见怎么倦 那一夜 就由他一个人 在残房里 守那上半夜 好让老通宝 以及阿四夫妇 都去歇一歇 那是个好月夜 稍稍有点冷 残房里 若了一个小小的火 阿多手到二根过 上了第一次的夜 就蹲在那个火旁边 听那些宝宝 撒撒撒地吃夜 见见儿 他的眼皮合上了 恍惚听得有门响 阿多的眼皮一跳 睁开眼来看了看 就又合上了 他耳朵里还听得 撒撒撒的声音 和血索血索的怪声 猛然一个亮呛 他的头 在自己膝头上磕了一下 他惊醒过来 恰就听得残房的 炉帘 啪擦一声响 似乎还看见 有人影一闪 阿多立刻跳起来 到外面一看 门是开着 月光下道场上 有一个人 正走向西边去 阿多飞得似逃出去 还没看清那人是谁 已经把那人抓过来 摔在地上 他断定了 这是一个贼 多得头 打死我也不怨你 只求你不要说出来 是荷花的声音 阿多听真了时 不禁浑身的汗毛 都竖了起来 月光下 他又看见 那扁得作怪的白脸上 一对戏源的眼睛 定定地看住了他 可是恐怖的意思 那眼睛里也没有 阿多哼了一声 就问他 你偷什么 我偷你们的宝宝 放到哪里去 我扔到溪里去了 阿多现在 也变了脸色 他这才知道 这女人的恶意 是要冲克他家的宝宝 你真心毒呀 我们家和你们 可没有冤丑 没有吗 有的 有的 我家自管残花不好 可并没害了谁 你们都是好的 你们怎么把我当作白老虎 远远地望进我 就别转了脸 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 那夫人说着就爬了起来 脸上的神器 比什么都可怕 阿多揪着那夫人好伴上 这才说到 我不打你 走你的吧 阿多头也不回地跑回家去 仍在残房里守着 他完全没有睡意了 他看那些宝宝都是好好的 他并没有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怜 然而 他不能忘记荷花那一番话 他觉得 人和人中间 有什么地方 是永远弄不对的 可是 他不能够明白想出来 是什么地方 或是为什么 再过一会儿 他就什么都忘记了 宝宝是强健的 像有魔法似的 吃了又吃 永远不会饱 以后 直到东方快打白了时 没有发生事故 老通宝和四大娘来替换阿多了 他们拿那些 渐渐身体发白 而且变短了的宝宝 在亮处罩着 看是有没有通 他们的心 被快活胀大了 但是 太阳出山时 四大娘到西边挤水 却看见六宝 满脸严重地跑过来 悄悄地问道 昨夜二更过 三更不到 我远远地看见那骚货 从你们家跑出来 阿多跟在后面 他们站在这里 说了半天话 四阿嫂 你们怎么不管事啊 四大娘的脸色 立刻变了 一句话也没说 提了水桶就回家去 先对丈夫说了 再对老通宝说 这东西 竟偷进人家残房来了 那还了得 老通宝 气得直跺脚 马上叫了阿多来查问 但是阿多不承认 说六宝是做梦见鬼 老通宝 又去找六宝询问 六宝 是一口咬定了 看见的 老通宝没有主意 回家去 看那宝宝 仍然是很健康 瞧不出一些败相来 但是老通宝 他们满心的欢喜 却被这件事打消了 他们相信六宝的话 不会毫无根据 他们唯一的希望 是那骚货 或者只在狼眼口 和阿多 鬼混了一阵 可是 那大蒜头上的苗 却当真 只有三四斤呀 老通宝 自心里这么想 觉得 前途只是阴暗 可不是 吃了许多夜去 一直落来都很好 然而上了山 却干僵了的事 也是常有的 不过老通宝 无论如何 不敢想到这上头去 他以为 即使是肚子里响 也是不吉利 四 宝宝都上山了 老通宝他们 还是捏着一把汗 他们钱都花光了 精力也较劲了 可是 有没有报酬呢 到此时 还没有把握 虽则如此 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干 山棚下落了火 老通宝和阿四他们 与着腰 慢慢地 从这边 蹲到那边 又从那边 蹲到这边 他们听到山棚上 有些 消消锁锁的细声音 他们就忍不住 想笑 过一会儿 又不听得了 他们的心 就 重点点地 往下沉了 这样的 心事焦灼着 却不敢 向山棚上望 偶或 他们仰着的脸上 淋到了一滴残尿了 虽然 觉得有点难过 他们心里却快活 他们巴不得 多离一些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开 山棚外围着的 颅帘 望过几次了 小小宝看见 就扭住了阿多 问 宝宝有没有做剪子 阿多伸出舌头 做一个鬼脸 不回答 上山后三天 熄火了 四大娘 再也忍不住 也偷偷地 挑开楼莲角 看了一眼 她的心 立刻扑扑地跳了 那是一片雪白 几乎 连坠头 都瞧不见 那是四大娘有生以来 从没有见过的好残华呀 老通宝全家 立刻充满了欢笑 现在他们一颗心定下来了 宝宝们有良心 四阳一旦的夜 不是白痴的 他们全家一个月的忍恶失眠 总算不约望 天老爷有眼睛 同样的欢笑声 在村里到处都起来了 今年残花姑娘保佑着小小的村子 二三十人家都可以踩到七八分 老通宝家 更是比重不同 姑娘来 总可以踩一个十二三分 小西边和道场上 现在又充满了女人和孩子们 这些人都比一个月前瘦了许多 眼眶陷进了 嗓子也发沙 然而都很快活兴奋 他们草草地谈论 那一个月内的奋斗时 他们的眼前便时时现出 一堆堆雪白的阳钱 他们那快乐的心里 便时时闪过了这样的盘算 甲衣和夏衣都在当铺里 这可先得熟出来 过端阳节 也许可以吃一条黄鱼 那晚上 荷花和阿多的把戏 也是他们谈话的资料 六宝见了人 就宣传荷花的不要脸 送上门去 男人们听了 就粗暴地笑着 女人们念一声佛 骂一句 又说老通宝家总算兴起 没有饭客 那是菩萨保佣 祖宗有灵 接着 是家家都浪山头了 各家的至亲好友都来望山头 老通宝家的亲戚张才发 带了小儿子阿九 特地从镇上来到村里 他们带来的礼物 是软糕 是软糕 线粉 梅子 琵巴 也有咸鱼 小小宝 快活得 好像雪天的小狗 通宝 你是卖茧子呢 还是自家作私 张老头子拉老通宝 到小溪边一棵杨柳树下坐了 这么悄悄地问 那张老头子张发财 是出名 会寻快活的人 他从镇上 城宏庙前 木台的说书场 听来了 一肚子的 疙瘩东西 尤其烂熟的是 十八路返王 七十二处烟尘 程咬金 卖柴巴 范思岩出身 瓦岗寨 做返王的隋唐演义 他向来说话没正经 老通宝是知道的 所以 现在听得 问是卖茧子 或者自家作私 老通宝 并没把这话看重 只随口回答道 自然卖茧子 张老头子 却拍着大腿 叹一口气 忽然 他站了起来 应手指着 村外那一片 秃头桑林后面 耸露出来的 简厂的烽火墙 说道 通宝 简子是踩了 那些简厂的大门 还关得紧动动呢 今年简厂 不开秤 十八路返王 早已下凡 李世民 李世民还没出事 世界不太平 今年简厂关门 不做生意 老通宝忍不住笑了 他不肯相信 他怎么能够相信呢 难道 那五步一岗四的 比露天毛坑 还要多的简厂 会一起都关了门 不做生意 况且 听说和东阳人 也已讲拢 不打仗了 简厂里住的兵 早已开走 张老头子 也换了话 东拉西车 讲阵里的新闻 夹着许多说书场上 听来的 什么 秦书宝 程咬金 最后 他带他的东家 催那三十块钱的债 为的 他是中人 然而老通宝 到底有点不放心 他赶快跑出村去 看看堂路上 最近的两个检厂 果然大门紧闭 不见半个人 少往年说 此时 应该早已摆开了柜台 挂起了 一排乌亮亮的大乘 老通宝心里 也着慌了 但是回家去 看见了那些雪白发光 很厚实硬鼓鼓的茧子 他又忍不住 吸开了嘴 上好的茧子 会没有人要 他不相信 并且 他还要忙着 裁剪 还要谢 残花历世 他渐渐 不把检厂的事 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里的空气 一天一天不同了 才得笑了几声的人们 现在 又都是满脸的愁云 各处检厂 都没开门的消息 陆续从镇上传来 从唐路上传来 往年这时候 收检人 像走马灯似的 在村里巡回 今年 没见半个收检人 却换替着 来了寨主 和崔梁的差役 请寨主们 就收了茧子吧 寨主们 板起面口不理 全村子 都是嚷骂 诅咒 和失望的叹息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 今年残花好了 他们的日子 却比往年更加困难 这在他们 是一个晴天的霹雳 并且 越是像老通宝 他们家似的 残越养得多 越好 就越加困难 真正世界变了 老通宝 垂胸跺脚的 没有办法 然而 茧子 是不能割久了的 总得赶快想发 不是卖出去 就是自家作私 村里有几家 已经把多年 不用的私车 拿出来修理 打算 自家把茧 做成了私再说 六宝家 也打算 这么办 老通宝 便也和儿子媳妇 商量到 不买茧子了 自家作私 什么买茧子 本来是养鬼子 行出来的 我们有四百多斤 捡了呢 你打算 摆几部私车呀 四大娘 首先反对了 他这话是不错的 五百斤的茧子 可不算少 自家作私 万万干不了 请帮手吗 那又得花钱 阿四 是和他老婆 一条心 阿多 抱怨老头子 打错了主意 他说 早依了我的话 扣住自己的十五蛋液 只看一张养种 多么好 老通宝气得 说不出话来 终于 一切希望 忽悠来了 同村的黄道士 不知从哪里 得的消息 说是 无锡脚下的残场 还是照常收解 黄道士 也是一样的种田人 并非吃食方的道士 向来 和老通宝 最说的来 于是 老通宝 去找那黄道士 详细问过了以后 便又和儿子阿四 商量把茧子 弄到无锡脚下去脉 老通宝 胡起了脸 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 去有三十多酒呢 来回得六天 他妈的 简直是充军 可是你有别的办法吗 茧子当不得饭吃 残钱的债 又逼紧来 阿四也同意了 他们去借了一条赤膊船 买了几张卢席 赶那几天正是好情 又带了阿多 他们正卖茧子的远征军 就此出发 五天以后 他们果然回来了 但不是空船 船里还有一筐茧子 没有卖出 原来 那三十多酒水路远的简厂 挑剔得非常苛刻 羊种简 一袋只值三十五元 土种简 一袋二十元 保简不要 老通宝他们的简子 虽然是上好的货色 却也被简厂里 挑剩了那么一筐 不肯收买 老通宝他们实买的 一百十一块钱 除去路上盘穿 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 不够偿还买清液所借的债 老通宝路上气得生病了 两个儿子扶他到家 打回来的八九十斤剪子 四大娘只好自家作私了 她到六宝家借了私车 又忙了五六天 家里米又吃完了 叫阿四拿那丝 上镇里去卖 没有人要 上当铺 当铺也不收 说了多少好话 总算把清明前 荡在那里的一袋米 换了出来 就是这么着 因为春残熟 老通宝一村的人 都增加了债 老通宝家 为了养了五张布子的残 又采了十多分的好剪子 就此 白赔上十五单夜的丧地 和三十块钱的债 一个月光景的忍恶熬夜还不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